如果你是我的主持節目 應該是第一個監製 你是我 2001年 當時我在電台工作監製 很厲害 有個年輕人很有抱負做電台 叫林柏熙 為何會跟你聊天 我們未試過深入對探 你也可以讓很多年輕人或家長 作為榜樣 究竟這條路可以怎樣走 人類怎樣改變 你在英國是讀電台 我讀傳理 回來後有可能做到電台 你沒有轉工 幾年後做到一個很好的早晨節目 為何做監製 其實你是否小時候很想做這行 絕對不是 我其實有點慚愧 我跟前輩 其中一位 梁紹輝 他小時候已經是夢想做DJ 所以他由三歲開始聽歌 買唱片 每一步路都是走著電台方向 最終很成功的DJ 我真的不是 我小時候的目標 不要計算多餘的資源 例如我很想做收銀員 因為我覺得挺棒的 我小時候想做教師 後來長大了 我想做空中服務員 有機會 但最終我選擇電台 想做旅行社 總之沒有做過 沒有想過做電台 但為何後來做了電台 因為我大學選擇科 你知道我在英國讀書 A-level是任你執行的 就不像在香港 有時修理好了 也不是不好 修理好了 修理好了 讀三人食科目 你讀文科 可以朝文科方向下 文科又執行一科 理科又執行一科 數學又執行一科 最終大學甚麼科都不能選擇 開始後悔 我看大學入學資格 傳理都可以 我覺得傳理好像挺有趣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當中有很多 Sociology 我想想 就算我做不到媒體的事 教英文也好 這樣就入行 讀書 讀書後回來 我第二年回來香港 就是梁小輝 就說 你讀傳理 不如進來修理工 幫我做些事 我這樣有機會接觸電台 畢業時 因為經濟開始不好 2000年後 然後電台就發電郵給我 就說 我記得你畢業了 不如你回來幫忙做吧 老實說 一來我懶 又不想寄信 三來就是 那時候找工作未必找到 你的機會都給你 那麼